接下来我们要把取到的图片显示到这个collectionview上 我们取这个 在集合中取单个元素呢 用的方法是叫object add index 有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再用lmfile执行这个 我们把图片的这个网址取到了 再把它的图片的这个数据啊给它取回来 好 实现一下哈 那我们这里把photos已经取出来的对吧 嗯 是20张对吧 我们取到的photos是20张 怎么样组装这个cell呢 我们在这个cell的collectionview的cell foritem add index space 好 先把相应的单个的单个的photo给它取出来对吧 那单个的photo呢 那单个的photo呢 我们就photo 等于这个cell.photos object add index index pass.row 抢足转化一下photo 抢足转化一下photo 把照片的这个地址给它取出来 把照片的这个地址给它取出来 request get 因为我们直接这个url可以直接请求了哈 前面不需要加 不需要加那些东西了 参数什么万一都有了 不需要加印的 所以这个参数啊 编码都可以去掉 嗯 他返回的就不是一个 他返回的就不是一个 他返回的就不是一个gson 嘛 因为图片嘛 呃 那这里我们用最最原始的这个返回 response 这个方法 好 request也不要 好 我们 用了呢 就是他返回的这个数据 error呢 也忽略点 好 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 我愿意给变量哈 这个d 这个data呢 他是 是一个是有数据的 而且是可以强制转化为nsdata类型的 好 我这个cell 他的imagingview imaging 这个 猝死化哈 我们运按 unimaging的他这个data猝死化 d 好 就可以了哈 运行一下 应该 一会就有图片哈 哎为什么没有图片呢 嗯 就是我们取到数据之后啊 取到照片的数据之后我们要通知对吧 通知这个界面还要进行更新 那我们这里啊 要 通知啊 通知这个collectionview 进行更新 reloaddata 用这个哈 因为 它肯定是存在的 所以用这个东西 再运行一次 好 我们看默认有20张这个 20张的这个图片哈 好 那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也只是取了这个呃第一页对吧 那其实APP我们想用户往上 往上拖的时候呢 它下面会 呃有更多这个新的图片出来对吧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拼量的一个操作 啊那大家可能看到哈这个用 那我们发表了 做这种请求那是非常方便啊 只要你把这个 请求地址给它 然后在它返回的这个币包中啊 对这个数据进行 判断 就是话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好